乌克兰代表团搭乘的直升机降落在白俄罗斯边境城市布雷斯特 乌俄两军第三次上桌谈 俄罗斯不满意谈判没结果 乌克兰却认为在这方面小有进展 对于谈判成果双方各谈各地调 俄罗斯代表不满这次俄方带了一堆文件来 乌克兰当场却一份都没签 统统又要带回家研究 而且早在谈判登场前 克里姆林宫再度明确列出四大停火条件 不达目标不停手的莫斯科嘴上说要射人到走廊 先前又大碗两面手法 一面谈停火一面开杀戒 第二大神哈尔科夫明宅学校都沦为供给目标 医院也有进满满伤患 新运撤离的民众更是鱼记犹存 伊尔平警方7号表示前一天逃出的民众曾遭到炮击 但今天疏散行动没有受到攻击 大约有两千名平民离开当地 但要逃去哪里更是问题 因为乌克兰指控俄方提出要开设人到走廊 却只允许乌克兰民众逃到白俄罗斯或俄罗斯境内 但无恶炮火还有两大阵营对峙 还是没有趋缓迹象 美国国防官员透露 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前集结的15万兵力 几乎已经百分之百攻入乌克兰境内 同时美军驻守北约的兵力也高达10万大军 静新闻无论营带有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